请你帮我帮我帮我来那里 多谢你 他说带我走 我不想在这里 有儿子带我没有儿子 他没有陪伴 这个人真的太迟了 如果拿好处就扔人家去沙漠那里 那当然不可以了 有人说家有一老鱼有一宝 但是有人就认为 他们左手左脚宁愿走堡 他不照顾你之外 他也不让你走 那里才麻烦 你不让我走 你又不理我 那又怎样 那我就死给你看 就是这样 人老了就需要有人照顾 不过并不是个个都喜欢进入老人院 今年91岁的苏婆婆 和86岁的老伴网伯 本来吃得睡得生活无忧 不过有一天 他们突然被人送入老人院 我现在还行不行 买少许的东西又行不行 那我告诉你 我不会去送回家 谁知道门了 门了就死了 吃完就睡够了 睡觉就饿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乖 你因为如果想乖 阿智,睡在家,最近要洗澡 那裡就不好 水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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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那裡就說要洗澡 在老人院那裡 他們天天對著四根牆 早上等晚上,起床等睡覺 他們都說悶到發放 而送兩位老人家進來老人院的 正正就是他們的兒子阿智 據說在去年12月中 他們兩老在毫不知情之下 被安排從醫院直接送到老人院 素婆婆沒辦法 唯有向侄女楊太求救 進了老人院那幾天 每天都打電話給我 起碼連續三、四天 她說你帶我出去吧 翁杰,你帶我出去吧 還有一個電話,說到求 翁杰,我求你帶我出去吧 她說她不喜歡在這裏 在這裏等死 小時候就乖 他說乖的 有很多老婆飯都不乖的 畜生禁 見到人家打人家就算是畜生禁 最重要的就是她有自由 因為她們都很渴望自由 你知道嗎 因為剛才人就是這樣 你找一邊很慘 無奈,真的很無奈 我拿她出來陪伴她 不想為甚麼 希望她會開心一點 至少不要在那裏過她的晚年 為甚麼智仔會這麼狠心 強行送父母入老人院呢 原來據說 智仔是枉白堂大哥的兒子 由於枉白和蘇婆婆都沒有子女 所以就過計給她們 這麼多年來 懷疑她們是處心積累 想盡方法獲得蘇婆婆的金錢和物業 蘇婆婆在十二年前 曾經輕微老中風 阿智夫婦悉心照料 之後婆婆就拿了六十萬現金 給她們置業 十幾年前病的時候 鳳杰 智仔剛才叫我在銀行 拿了六十萬 我今晚如果未病的時候 是不會給她買樓的 她是堅決不給的 她經常說我姑媽經常的錢 你留給荃灣那個 留給荃灣那個 就是我 其實我不會理她的東西 我從來都不 之後婆婆還將住的那間屋 的一半業權給了智仔 據說就是因為這樣 賣下了兩老被送入老人院的伏仙 目擊已經達到了 錢、房屋 全部都已經是under她的名字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賣 她覺得這個已經是沒有了價值 扔她去老人院 她知道我從她出來之後 我一定… 譬如她這次出來 我一定會叫律師 把所有的租金都交回 所有的錢 因為她是不適宜要的錢 因為那時候她病了 過了去 那時候我姑媽病了 那時候給她 而那時候她是沒有錢的 那時候她是不適宜要的錢 她是不適宜要的錢 她是不適宜要的錢 那她是不適宜要的錢 那我可以說嗎 我便當她死了 我便當她死了 在這裡出入都受到限制 婆婆唯有指望侄女楊太幫忙 不過要營救兩位老人家 似乎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我說要帶走 所以那個遠方便會找她 那後來她直接打來 就跟她媽媽說 不讓她離開 然後我拿來聽 我說我現在要帶她離開 她說不行 我說要用法律途徑 那你做吧 這樣就算了,很激氣 所以我聽完我就很激氣 我只可以說,真的很無奈 因為甚麼都是她持主意 兩位老人家被強迫送入老人院 身為養子的子仔 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我們嘗試打電話給她 問個明白 其實我們是東張西望的 想問你個情況 因為你將你父母送入老人院 而他們想出來 但你又不肯 想看你有甚麼回應 或者你那邊會不會有甚麼想說 我跟他們編輯到了 我沒有辦法 但你認不認同對方說你不孝 和沒有照顧 我跟他們說了 子仔回應聲稱 父母個案是由明愛住院社工更進 王伯需要24小時使用呼吸機 去維持血液的含氧量 他見父母需要長期照顧 所以就透過醫院申請暫托院社 而入院之前 都曾經征得他們的同意 他又說要帶我去老人院 我聽到說 你有沒有搞錯 我自己在家 我有一個去老人院 我就不哭了 你不要帶我去 我現在不願意 我現在不忠於我 素婆婆被困老人院半個月 情緒低落 這一天 楊先生楊太太 嘗試帶她出去散一下心 喂… 喂… 我要喝茶了嗎 我想帶她出去喝茶 最后智者答應給蘇婆婆出去喝茶 但困了這麼久 婆婆再次感受到 茶樓裡的熱鬧氣息特別開心 看嗎 好 又洗茶杯 這個最喜歡喝茶 喝了幾十年 喝茶喝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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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 你多久沒有出來公園走 很久,但是很久了 很久了 你今天跟鳳傑一起出來 開心嗎 開心… 那你最親的是誰 最親的是她 她最親也是她 是 她是我的女兒 她就像你的女兒一樣 對… 出入受到限制 就連出去逛街喝茶也這麼困難 就是因為這樣 婆婆希望可以盡快離開老人院 回復她的自由身 這間房間 我們早就準備了給我姑娘和姑媽住 但幾個月前我叫她 請求她進來 但她們不肯進來 我們可以請多幾個工人 照顧她 暫時的經濟能力也沒問題 可以許可 希望照顧她晚年會舒服一點 所以這次我會 我最優秀 她放她 要她出來 錢我們應該可以付得起 因為我相親都過身 就是老人家 就是得顧問 我建議她立即 向一個委員會 申請一個 我們叫緊急的監護令 我們有兩件事 一定要先完成 第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找一些醫生 通常就是兩位 專科的醫生 去做一個醫療的報告 證明 首先 這對老人家 她可能已經是精神上 沒有行為能力的 或者精神混亂的 她的財務需要有人照顧 這個第一件事 先拿兩個醫生的報告 第二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社會福利署 就應該會找一個社工 去讚寫一個社會背景調查報告 他不只是問那個當事人那麼簡單 他就會問全世界 看哪一個是適合去處理這個事宜的 如果那個當事人 當時已經即時告訴那個社工 我很想離開 這個醫院一定要寫在報告裡面 如果寫在報告裡面 日後你申請緊急的監護令的時候 當那些委員會 那些委員看到這個報告 就即時可以知道 原來那個當事人都是想離開的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反映他的意願 智者還說 遲些就會送王八去另一間老人院 蘇婆婆會被遺棄 從此兩路就要天各一方了 我告訴他 我覺得自己在門口說 帶著去老人院 你呢 帶著去 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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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沒有人讓 沒有人讓 就要欺負了 他不是瘋了嗎 你讓你這麼大的錢 都被他拿了 我和他去嚇,你嚇我,我和他去 現在走一條路都不玩,你說怎樣